我就是觉得他心里有他前任你知道吧 就是现在我们不都玩了抖音吗 这我是有证据的 又是前任 他就看人前任的动态 包括人家怀孕了 还有用了什么化妆品他都知道 他你如果说真的是推荐 你划过去不就完了吗 他是死死死死的去看的 我没有他的好友 我也没有关注他 也不是他的粉丝 我只是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 然后我点进去看 我也不知道是他对吧 我点进去看了一下 然后他知道是他 这个变化有这么大吗 怎么会不知道是他呢 他没拍他的视频 就是说拍了一些这个场景 还有这个照片 然后点进去看了一下 不知道是他 不是你看就看 他包括主任 他前任用什么化妆品 他都去网上查 打人家过得好不好 跟你有啥关系啊 我觉得吧 他心里就是放不下他前任 你就承认吗 不是你都不打算跟他谈了 你管他有没有放下呢 对吧 你让他承认这干嘛 我就是想弄个明白对吧 不是弄明白啥呀 就是他心里 就是跟我在一块的时候 到底是不是都是 你觉得他有你吗 有 你觉得他是百分百吗 不太沉醉 他总拿前任说事 然后总说 我是忘不了前任 他对你是百分百吗 是 你觉得他心里都是你吗 有我 你愿意为 跟他在一起做努力吗 比如说就去他们家工作什么的 愿意吗 如果然后真的走到那一步的话 你指的真的走到那一步是指什么 结婚 如果不结婚就为了结婚而去 你去吗 不会 不会 其实个人都在个人自己的一个小圈子里转 是你要对我好 然后就会比 我是这样对你的 而且所有的比都是用自己的最长版和对方的最短版比 比较的结果就是我好委屈 女生的考虑说 你必须得赢得我的芳心 做出了努力我才会嫁给你 男生的考虑是 你不嫁给我 我为什么要付出那么多的努力 好像在这个情感当中 大家都藏着一手 下面请我们的老师帮你们进行一些梳理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卷 我特别想对男生先说一个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你31岁了 你有过婚时 有过恋爱时 可是你不懂爱 因为你根本不懂女人要什么 姑娘说了那么多话 其实她说的就是态度 我刚刚听你们说话 我总结了三个态度 我个人认为女生都想要的 第一个态度是我们不能接受男人的敷衍 第二个是我们不能接受男人的没耐心 第三个是我们不能接受对方对我们的嫌弃 我相信你也不能接受一个女人 对你嫌弃 对你没耐心 或者说对你很敷衍 他父母不接受你 如果你有了孩子以后 我相信你也不愿意接受 是因为你也希望你自己的孩子嫁得好 或者娶得好 这是父母的本能 因为我们爱孩子 所以我们本能只是看条件 因为我不了解你这个人 那你如何能让我了解你 是需要接触的 你不愿意去对方那 你跟这个女生说 辞了你稳定的工作 过来跟我生活 你怎么养她 你根本都不让她父母见你 你也不去见父母 你就想把这个女孩拐走了 我要是作为她的父母 我肯定会恨死你的 你内心当中 我的感觉 你本身对自己有一点嫌弃 否则你不会说 你告诉给别人 我是离异的 你告诉给你父母 我就这个条件 看不上自己的人 怎么能看得上自己选择的爱人啊 那还有另外两个 关于耐心的问题 女人就是有时候很啰嗦 她可能就想向你 宣泄一下情绪 听一听就好了嘛 安慰一下就好了 然后你反而在指责她 所以你跟她一点耐心都没有 不是你想睡觉了 是你觉得你好烦 我不想跟你说话 那当然最后关于敷衍的事情 我会觉得你们两个 女生我不在说她 其实也在说你 因为刚刚她说了大货司机 司机的方向盘是人命 你明明知道她早上四点要起床 你明明知道她是强筑大货 比一个打短 可能不仅她的车没了 还会连带别人的命没了 你明明都知道 但是你们从来不去关心对方 因为你们的耐心都在于 你要关注我 我不会去关注你 刚才有一个细节男生 我觉得我要是作为这个女生的话 我会觉得很没有家的温馨感 的确司机的习惯就是吃完饭 很快走掉了 但是如果一个爱的人在你面前 你不是更想在这个地方 跟他说话吗 因为你们总共一年 才见两三个月的面 所以女生如果你想清楚了 一个男人给不了你 对爱负责任的态度 他敷衍你 他对你冷淡 他或者嫌弃你 这样的爱人宁可不要 但同样我对男生来讲 如果你认为你想要的家 是一个温暖的家 那就重新把你的态度改变一下 谢谢 好 谢谢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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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感谢观看